我人都傻了 你同事请我喝奶茶 我竟然赚了十万 就因为我觉醒了异性消费反线系统 轻易啊 你这里有什么喝的吗 我有点渴了 诚哥 你等一下 卓星一快速跑到厨房里面 取出一瓶牛奶 我这里只有牛奶 这个可以吗 算了 我可喝不惯 还是你留着自己下次喝吧 对了 晚上开播的时候通知我一下 我给你刷点礼物 卓星一缓缓回过神来 眼神有些复杂 诚哥 你能不能像对乐乐那样对我 卓星一可比白乐乐那个傻白甜精灵多了 无论我怎么做 她还是能感觉到 我对她和白乐乐的态度明显不一样 卓星一在心中暗暗告诉自己 阿诚这个大妥 我抱定了 我淡淡一笑 走吧 让我告诉你 你和小白的差别 两人很快下楼 就在卓星一满脸疑惑时 你去帮我买一瓶酒吧 没过多久 卓星一带着白酒走了过来 诚哥 老板说这款是典藏版 比昨天那个口感好一点 我也不知道你喝不喝得惯 叮 触发暴击 来自卓星一的2399元消费反例 真诚指数48.56 获得金额1164万5544元 请注意查收 我去 卓星一的真诚指数 既然大幅度提高了 很快就要接近50%了 要知道 之前的真诚指数才20多 你现在知道自己和小白的差距了吗 卓星一有点猛圈 自己明明买了更贵的 怎么就比不过白乐乐 诚哥 要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你就直接告诉我 我一定改 哈哈 如果我让小白去买酒 她一定会劝我少喝酒 甚至不会去买 你却丝毫没有这方面的觉悟 我随便编了个理由 糊弄过去 卓星一马上明白自己被套路了 搭进去2000多还这样被嘲讽 行了 既然你给我买了瓶酒 那我也不能小切 现在就带你去买点小礼物 一听说要带自己去买礼物 卓星一的心理顿时好受了许多 脸上又换上了笑容 诚哥 你准备买什么礼物啊 二话不说 我直接拉着卓星一来到江安区的永望购物城 那些凡事卓星一多看两眼的衣服包包鞋子 我全部拿下 逛完之后两人走出商场 将东西全部放在车上 这才开始找地方吃饭 肚子有点饿了 咱们先去吃饭吧 星一啊 我看你好像还没买车吧 诚哥 你别逗我了 就我那点工资 想买也买不起啊 那这样吧 今天中午你请客 吃完饭我带你去买辆车 我腿脚一共 又开始套路起来 至于买什么车 就看你的诚意了 诚哥 你想吃什么 我无所谓 你选地方吧 卓星一思考了三秒钟 要不咱们去吃海鲜 行 海鲜就海鲜 一顿饭吃了将近一个小时 阿诚吃饱喝足之后 卓星一很自觉地结了账 叮 触发暴击 来自卓星一的888元消费版例 真诚指数46.77 获得金额4153176元 请注意查收 对了 星一你喜欢哪一款车呀 来了 果然要给我买车 诚哥 人家对车子也没什么研究 要不你给我推荐一款 尊马Z4或者5系的 你喜欢哪一款 卓星一一听 立刻心花怒放 他是真的没想到 我会这么大方 诚哥 要不就马Z4吧 随后我给他买了一辆尊马Z4 将卓星一送到他家楼下 准备离开之时 诚哥 要不上去做做 算了 我等一下还有点事 下次吧 来到售楼处 我对于120平的房子并不美 于是我花了900万 买下268平的大平层送给诚可 当场办好手续 可 怎么样还满意吗 阿诚谢谢你 又让你破费了 只要你喜欢就好 本来自己只是要求120平的房子 可我给了268平外加一辆 诚可感觉自己更个人了 阿诚 要不要今天晚上就住在这里 再说吧 这房子刚买的 你先制半点日常用品